288 文匯報 瑪麗匹服兒洗湯肝微殺煤菌專責調查組找出源頭圓成更換消毒與莫志葵病復 2015年7月22日香港新聞A11香港文匯報信 實習記者楊和瑪麗醫院匹服驗出陷有無味菌 其源頭傷信來自深灣洗衣房 據悉 專責調查小組初步懷疑 洗衣房再洗糖 乾三個過程中未能殺死無味菌 導致病人受感染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六志聰作表示 截至昨日早上九時許 以大致完成更換皮膚及消毒措施 並於今日開始回收由該洗衣房負責的十五間醫院及門診的皮膚 暫不建議家屬指揮衣服級病人 但他強調會特事特辦 有醫生呼籲市民無需過份擔心 並指醫院應加強加護病房的保護措施 瑪麗醫院早前宣布醫院匹服核無味菌後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六志聰作表示 更換皮膚是從星期日晚開始 至昨日早上九時許 聯網內有嚴重小傷或完成器官移植手術等的高危病人的皮膚以更換完畢 並完成有關消毒程序 預計將於今日開始 全面回收十五間醫院及門診的全部皮膚 改用柴灣洗衣房皮膚未見無味菌他補充 因深灣洗衣房的洗衣量佔醫管局整體的百分之十三 準備需時 回收皮膚後 深灣洗衣房會暫停處理皮膚 直至醫管局的專責調查小組公布報告為止 瑪麗醫院將改用來自柴灣洗衣房 未有發現無味菌的皮膚 六志聰續指 局方已為高危病人提供已通過檢驗的衣服 不建議家屬自行攜帶衣服給病人更換 避免影響治療 因無味菌存在於各種地方 家屬帶來的私服或有一定的健康風險 而醫院病復方便病人抽血檢查 但他表示 如家屬仍對醫院提供的衣物有疑慮 醫院會特事特辦 容許病人彈性穿隔皮人衣服 避免感染 瑪麗醫院無味菌爆發後 六月至今共有五人受感染 其中二人死亡 一人情況嚴重 醫學會會長史泰組織表示 無味菌無處不在 市民避無可避 但因無味菌無法在人體裡生存 只會對免疫力低或白血球低的病人有影響 故市民亦無需過分擔心 顧問建議高危病人彼伏分開處理對於無味菌感染子出現在瑪麗醫院 六至今相信是因為瑪麗醫院集中接收病情嚴重的病人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則指 若使醫程序有使用適當的溫度 並令醫物全部乾透 按常理感染程度不會這麼高 怕估計瑪麗醫院爆發無味菌的原因在於醫院接收較多器官移植病人 較易受到病菌感染 故建議醫管局日後分開處理交互病房的皮膚 減低風險 據了解 專責調查小組初步懷疑洗衣房再洗 在糖 乾三個過程中 未能殺死無味菌小包根梅 導致病人受感染 有消息指 院方已到洗衣房試冊和取辦化驗 並有所發現 已向工場提出多項改善建議 小組及後也會再跟進 已確定工場有按照指示改善 才會考慮是否讓工場繼續負責清洗醫院皮膚 以防同類事件再發生 小組目前正研究多項改善建議的可行性 包括分開處理高危病人皮膚 以及為皮膚含菌的處理方法定立標準 醫管局只積極進取處理對於外界質疑 醫管局在星期日公布有病人感染無微菌時 未有提及已有兩宗死亡個案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曉始未有正面回應 指表明當時主要考慮如何找出及阻止病菌源頭 所以在得出源頭是心灣洗衣訪時 以第一時間向公眾公布 他強調局方在所有工作上都是積極進取的 有清明白公眾對事件的關注 局方將繼續調查事件並跟進 陸志聰則強調 馬例醫院並無隱瞞病人死亡情況 指示希望待更多化驗報告完成後公布 自己的邏輯 為人被護理者忍正義 我們可以透過驗報告 電視聰則 以訪問打造時